要死呢 经常望的望息 是不是感觉有点小困扰 但这其实是大脑在帮助你 维持良好的工作表现 望迹生活琐事都被大家认为太健忘 需要吃点银杏补补脑 但这其实是因为大脑已经自动帮忙 过滤掉不重要的讯息 我们大脑会很聪明的选择 该记的事情记下来 把一些过度细节的事情 它会过滤掉 因为我们大脑是一个容量有限的器官 我们的大脑有很多功能要做 所要存在脑袋的资讯 一定是会经过筛选的 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显示 大脑并不是非得记住全部事情 而是着重在珍贵资讯 因此望迹和记得同样重要 帮助人们形成还有储存记忆 我们的大脑 特别皮质上面它有影响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功能 但是我们又有里面的白质在做串联 那这一些做串联的东西 他们很深深知道 我只要留下一些线索在那边 概念在那边就好 就好像我们运用Google 你Google你不会去背整篇内容 你是会打几个Keyword 大脑最在意的是工作记忆 健忘就是为了让大脑丢弃琐事 腾出空间来强化决策 这样不但能提升工作效率 还可以立即做出决策 向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是沉迷学问 却丢三落四的最佳例子 对于生活上的事情 它是采取抓大放小 掌握重点 它同时呢 它脑里面有性人和那个位置 在危险中枢 它总是能适当的释放讯号 让它知道说居安思危 识别症呢 脑容量有限 有时候忘些小事无伤大雅 但是世界医学心知大典提醒您 如果常常同样一件有规律的事情 也记不住 那可能就不能推给大脑的优化决策